哈囉大家好,我是富林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好久沒有拍這個Podcast了 今天我們就是要錄這個第四集的這個Podcast 那今天的主題呢其實也是 剛好在我昨天的時候 就是我在一個 因緣際會下吧 就是認識到一個會通靈的老師 那其實這個故事呢 其實也沒什麼,就只是說前天 我就跟采尼 然後還有陳護理師我們三個一起去 南投指南宮拜拜 那因為我們就是 原本我跟陳護理師就要去 然後那時候采尼剛好有 找我,有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會去這樣子 然後他想要跟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子,然後我們就 就我們三個人,然後我們就住一台車 然後去,然後在車上的時候 采尼就有跟我分享說他最近 就是有認識一個通靈的老師 然後問的問題其實還算準 就是蠻準的 然後我聽聽之後就有興趣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對這方面 就有一些好奇 所以我就跟老師約了時間 就約在昨天 然後我就問了一些問題 那我個人覺得還是蠻 可以說是蠻選的 所以今天就打算拍這部Podcast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昨天談話的一些內容 那首先這個老師他就是 他有在 應該說的服務的一些主題 像是這個前世今生 還有靈魂的個性特質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問他一些 比如說你想要問的問題 或者今年的運勢 甚至是離世的寵物溝通也OK 好,那我就是 第一個就是先問這個前世今生 那其實我原本對這個前世今生 嗯 的了解 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之所以我會想要問前世今生 的原因也很簡單 我就只是單純 想要了解說 欸,我是不是上輩子有 做什麼壞事 不然我說我這輩子會 就是這麼小就生病 然後做論意 因為我從小到大 就是有時候你去廟裡啊 還什麼的或者說 在路上可能遇到一些陌生人 那他們可能會跟你說就是 要認命啊 有的時候這輩子會這樣子 可能是因為 上輩子有 可能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這輩子要來還 就是從小到大 常常都有聽到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觀念吧 那其實我個性也算是比較 認命吧 我就覺得好吧 那我說我竟然 我真的 上輩子真的有幹了什麼壞事 那這輩子要來還 那好像也是 應該的 就是我 會這樣想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 既然老師他的專長 就是有這個部分 那不然我就來問問看 看看說 到底 是不是我上面真的幹了些 什麼樣的壞事這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吧 那第一個老師他就是說 他會先問 應該說他會先闡述我上面 孩子在哪裡 然後環境怎麼樣 然後個性怎麼樣 他就說 我是出生在一個 比較貧困的家庭 然後那個國家其實 就是有戰爭 這樣子 所以比較 經濟上比較不穩定 然後他就開始講述我的個性 他就說我的個性就是 其實是 蠻善良的一個人 然後也會幫忙家裡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不太喜歡爭吵 不喜歡喜歡紛爭 所以有時候 如果說 爸媽有遇到爭執的時候 我會 就是會覺得 就是可以不用 吵架這樣子 就是我還蠻重視 情感這一塊的 包含 我也常常覺得說 為什麼國家要 戰爭 就是 為什麼不可以好好的溝通 那其實我覺得 當老師講到 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坦白說 蠻準的 我這輩子 就是 我也是 那種不太喜歡 因為他說 我是一個 不太喜歡聽到 別人 吵架的人 就是 如果看到今天 一個人 兩個人在吵架 我會 比較 焦躁吧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性 確實有重 再來就是老師 在講我前世今生的個性的時候 比如說 我是一個 心地很善良的人 然後 然後 就是 可能比較 不會想要跟人家爭 爭 爭什麼吧 然後很重視 家庭情感等等 這些 其實都跟我這輩子 真的很像 可以說幾乎是一模一樣 這樣 然後其實因為問這個問題 也不只我 好像陳沃李師 他也問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我看老師他發的一些 其他的 一些朋友去問的回饋 其實我就會發現說 好像 前世今生的個性 到 你這輩子 之後的個性 好像會 很雷同 很像 就是可能你的個性 什麼都會 就是 是一樣的 就是 雖然說你是從 上輩子來到這 這輩子 但是好像 你的個性跟你的人 的這個東西 好像是不會 改變的 所以那時候算到這邊的時候 我其實很 驚訝 因為畢竟 我跟老師完全不認識嘛 我就是前一天 因為朋友的 因為彩尼的介紹 所以我就是 直接跟他預約 他說預約隔天 所以老師其實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 接受了我的 單 然後 這樣問 然後可以很 詳細的去 描述出來 個性啊 想法 跟 想要的是什麼 這樣 我覺得 就很 你可以說很零 然後很 很神奇 就是有些東西就真的是 科學無法 解釋出來的 然後 有讓我印象比較 深刻的是 我就 問老師說 所以老師 我上輩子應該沒有 幹什麼壞事吧 然後老師就問我說 你上輩子其實是個好人啊 你沒有幹什麼壞事 為什麼你會想要 問這種問題 然後當然我就跟老師說 因為 就從小到大可能 有時候去廟裡 遇到一些人 或者說 在路上遇到一些人 他們都跟我說 就是可能 上輩子有造虐 所以這輩子才會 生病做的東西啊 等等等等 之類的 那老師就說 嗯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這樣講啊 但是你上輩子是個好人 你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壞事 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 這輩子要來還的這種說法 那 當然我就更好奇了 我就問老師說 那老師 那 那我怎麼這輩子會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 單純你倒楣 就是 就是他說 其實我原本這輩子 是應該要來 享福的 因為我上輩子 好像 就是 就是個好人 然後也算是 有做了一些好事 所以這輩子其實 是應該要來 享福的才對 但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銀座陽差吧 就變成 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 他說其實連 神也 不知道為什麼 連老天爺也不知道 要 算是 也不知道該怎麼幫你吧 就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 他們就只能 盡力的在你生活當中 能幫你的 會出手幫你 其實講到這個時候呢 我仔細回想 也確實 我從出生到現在 基本上 目前為止 我的貴人還蠻多的 我常常會遇到一些 幫助我的朋友 幫助我的人 這樣子 所以 我想這也是一種 無形中的一個 幫忙吧 這樣 然後 其實我們 這一段的 問語 大家都是用 電話的 所以說就是 當你 有什麼樣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立馬的 跟老師做 詢問 這樣 那其實大概 前世今生 跟我聽到這些 其實大概就是怎樣 其實我那時候聽到 說我上輩子 其實沒有做什麼壞事的時候 我內心是 放下一顆 大屎嗎 因為其實 我就是因為從頭到代 很多人這樣跟我講嘛 講說我就是 這輩子要認命 要就是 當初就是在還摘 這樣子的個性 所以有的時候 我其實很 我會想說 我上輩子到底是害了誰 那我覺得很抱歉 這樣 那我現在聽聽 就是 當然我不知道這種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 因為本來 這種科學無法證實的東西 可能 有些比較 我當然知道 有些比較不明星的朋友 可能就覺得說 這個太 就是沒有科學的依據 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因為我 本人呢 我其實 尊重科學 那我也尊重 這種 比較 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 其實兩者我都尊重 因為 我就覺得 其實有些東西 你 多聽 或者你多看 其實也沒有說不好 只是說 當然我們不要說 什麼東西就是 看到這個 就以偏概全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參考 所以 對於這種比較 科學無法解釋出來的東西呢 我也不會說報紙者 完全完全不相信的態度 我會抱持一個是 越來當 當作警惕自己的 一個態度吧 所以 聽到老師這樣講 至少我會覺得說 好 那我就是 不會有那麼大的 算罪惡感嗎 就是至少 我不會 老師覺得說一定 你手上面一直害的誰 然後就很抱歉 這樣 所以 呃 全是精神大概就是 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我是問我的 靈魂 靈魂的個性什麼的 然後老師就說 我的靈魂其實是一個神 然後常常會天上天下要 白會穿梭奔波 但是他覺得 就是 他說我的靈魂跟我是沒有辦法 很match的 因為我比較 就是 他可能有的時候可能 我在人生當中 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就是 我們人都會想嘛 就是比如說我們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會自己想說 該怎麼做 那可能你們 應該大家都有過 就是說 突然你的腦袋會浮現一個聲音 告訴你說 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有的時候那個其實是 你的靈魂在 在告訴你 在 在幫你這樣子 但是老實說我就是 太 就是 老實說我的靈魂 跟我是完全沒有match到 就是 每次我當我腦袋有一些 不一樣的聲音的時候呢 我都會跟我自己說 不要想 不要想 這樣子 所以他說其實我的靈魂 就是很困擾 困擾說為什麼 他會配到我這樣子的一個 身軀吧 就是好像 完全不能溝通 然後因為 我的靈魂是神 但是我本身是馬瓜 所以我也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也聽不到他的 算是聲音 所以他說其實到後面呢 他也有點 放棄了 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說 以這個東西來說 有點像是第六感 他說 我的第六感 有時候就會比較 準一些 這樣 那其實 靈魂這個部分 我 並沒有到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 好奇 因為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就比較 可能不是我 我真正真的很想知道事情 像我前面問那個 潛似精神 但是因為我是單純想要了解說 我上面知道你有沒有 幹了什麼壞事嗎 所以對問這件事情呢 我是充滿著好奇 而且很想要知道 但是靈魂這塊呢 我就會平常就是 聽聽就好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 我自己提問的一個問題 那我其實是問老師說 老師 我是不適合做YouTube 我先說我自己的感想 其實因為我做YouTube下來 如果你真的要講認真 很認真做 應該也做 應該是從前年的時候 雖然說我很早以前這個頻道 就開始在PO影片 播東西了 但是那個只是單純的紀錄 就是並不是認真在做這個職業 所以 當我是真的開始認真做這個職業 應該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是真的有維持 可能一開始是每個月更新嘛 後來是升級到每週更新 就是真的是到兩年前 才開始很認真的在做這個頻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幾年下來 我頻道成長的速度 真的很慢 然後 就是 因為人其實也會比較新嘛 有時候會看看別人 覺得別人好像做得比較 就是成長速度很快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 懷疑自己說 是不是自己做的內容其實很爛 或者說沒有吸引其他人 其實我很常會 陷入在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想法當中 其實是蠻痛苦的 然後 我就問老師這件事情 然後老師就說 我對 我跟鏡頭沒有緣分 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真的是 不是有做YouTube 我跟鏡頭完全沒有緣分 他說很奇怪 我其實如果說我是跟現場的觀眾互動 比如說演講 比如說表演 這種我是可以很幽默 而且可以吸引到人的 但是我只要一透過網路透過鏡頭呢 我就沒什麼觀眾緣 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我可能做這個字真的不適合 當老師在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我也就覺得 其實這真的是有道理 因為畢竟我自己觀察下來 我覺得我的內容 就是也沒有說 真的好像 拍得很不ok 因為老師有說 他說我有很多想法 而且拍片的東西其實還不錯 然後像影片的轉場什麼的 還有企劃能力也都很強 但就是很可惜無緣 其實這個部分 我聽到之後 我就真的覺得超級 準 因為老師有跟我講一句說 我很適合做幕後 當老師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是 就是 該怎麼講 我其實在去年11月12月的時候呢 我就有那個念頭 就是 好像我比較適合做幕後 因為我覺得我 常常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點子可以拍 當然有些點子可能不適合做輪移的人 是需要一個 正常的直立人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我好像 比較適合做幕後 我好希望有一個人可以來當幕前 那我當幕後 等於說 他就當是我一樣 負責 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我就負責幫他拍 幫他剪 幫他想 內容 之類的 那 因為我從去年11月12月 我就已經有跟很多朋友這樣講了 講說 其實有點想要退到幕後 我不想再做幕前 然後不含今年的 一二月 接觸到其他朋友的時候 我也都提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當老師在提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太神奇了吧 這一切 就是 你怎麼知道 我其實就已經有這個念頭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很厲害 說不準 就是 你無法解釋 你知道嗎 你無法解釋說 到底為什麼他可以知道 然後 然後 因為 像 不適合做YT這件事情啊 我在 兩個禮拜前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爸爸會看命盤 那 但 他不是職業級的 他就是 興趣型的 但是因為 我那個朋友呢 他是我大學的同學 然後 班上還有 另外一個朋友 也有找他爸爸幫忙算過 結果很準 所以我就想說 阿不然也找到爸爸 就是算算看 這樣子 然後 算一算之後 他爸也說 他爸就跟我說 我做Youtube 不會賺錢 這樣 所以我就 其實 前幾個禮拜前 我大概就有一個這樣 我就有得到一個這樣的資訊 那其實 我自己也知道 我的 我做到現在我的成長事務 真的太慢了 可能很多人 因為我知道 像我前陣子我有發文 然後很多人有 在我的文底下 留言 甚至 有些人有跟我說 不要忘記初衷 確實我在做Youtube的初衷 是 分享自己的生活 記錄自己的生活 但是 其實我也很坦白的 跟 各位現在在收看的 收聽的觀眾 講 就是 其實我是真的 一度很認真 也不是一度 是我其實很認真 想要把Youtube 當作我的正職 雖然說我目前 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是服業 但是 因為我很常生病 我很常生病 所以我 而且每次我生病 我可能請假 就要請三天四天 但我覺得不是任何 外面的公司 是可以讓你 一直這樣子 去請假 因為畢竟 當你一請假的時候 可能今天 公司就是 就是要四個人 這樣子 才忙得過來 但是你突然不能去 就變三個人了 然後可能 如果 調得到人就調到 調不到的話 就整天那間店 就三個人 所以對我來說 就算公司同意 但是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壓力 所以我其實很認真想過說 其實真正適合我的職業 是自媒體 就是 我的上班時間 我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 然後就是 可能我今天生病了 我也可以說 反正也沒差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是po影片的 然後 我生病會可以好好休息 也不用擔心什麼 所以我很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我才覺得說 其實做YouTube是 比較符合 也適合我的身體現況 但是我其實花了一些時間去做 當然就 成績 成績就只有這樣 那 我也覺得我認命 因為其實我很 我也算是很努力 很認真的想要把這個頻道做的 至少 我 我沒有要說真的 要做的很大 很紅很紅 但是 我只希望這個頻道 它的成長是可以 就是 跟我們講 至少是 一般人工作的 薪水吧 就是可以賺到 一般正常的工資薪水 讓我 就是可以 依靠這個當政治生活就好 就是 我沒有想 我沒有要求 這個頻道 要讓我可能 賺到月收入十萬 月收入百萬 都沒有 我只希望說 這個頻道如果可以保持一般的 十星 三萬多 四萬多 五萬多 我就很滿足了 但是我 就很用力也很努力 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就真的免那個緣分 又或者說 我可能 抓不到觀眾 想要看的那個點 不夠吸引人 其實我也都 能 能 接受吧 我算 就我算是 認命啦 我接受這個事實 這樣子 對 然後 問完這些之後呢 我就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有在考慮 我要不要問 那時候後來我還是覺得說 我還是問好了 那這個問題其實 聽起來是有點懸 有點毛 反正就是在我 之前的對象當中 他有這個體質 他姐妹也有這個體質 然後 他們之前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在五歲 身邊那一年啊 其實就該離開了 只是說 我爸媽有去跟 生命求情 讓我續命 所以我等於說 在陰間的說法 就是說把我的名字 蓋起來 然後 讓交差的人 抓不到我 這樣子 那當然 那時候是 呃 前任這樣對我說嘛 那當然就 如果只有一兩個 對我這樣講 我當然就是抱持著 聽聽就好態度 但是後來我實習的時候 又有一個學姐 她有陰陽眼 她也對我講一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有三個人講 類似的事情了 所以昨天 因為 老師他是通靈類型的 所以我就想說 阿不然我如果老師看看 看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結果老師沒想到 老師就開玩笑跟我講說 那你知道我是陰間的判官嗎 你竟然還把這個秘密告訴我 這樣 但是老師也 之後也說 但是他 他不會說出去啦 然後他說其實你真的 硬要講說 陰間的人 或神秘不知道嗎 其實他們也都知道 只是有點睜一隻眼 鼻一隻眼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那 為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就說老師 那既然你說 我上輩子沒幹了什麼壞事 那我這輩子為什麼要 要 要 要這樣呢 老師就說其實 有些東西也是他沒有辦法去 解釋的 而且他說 連生命也無法解釋 說到底為什麼會 這樣子 就是 所以他們 能 做的就是盡量 明明中幫忙我 這樣 然後他也說我這輩子會 這樣 就單純倒霉而已 就這樣 沒有起來暈 然後他說我這輩子其實 可能都會很辛苦 這一輩子都會有點辛苦 這樣 所以 大概就是 這樣子吧 然後最後玩 很搞笑我來問老師說 那老師 那既然這樣子 那下輩子 會不會補償我 老師來說會 你可能下輩子 就直接上天堂吧 有可能啊 這樣子 對 反正就是 昨天的通靈的這個 這個詢問 就大概是這些內容 那我還是要再上 再上 再上的跟各位強調一次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比較偏 呃 科學無法證實的東西 但比較迷信 也比較 呃 不是科學可以解釋的 所以 如果說你是一個 比較理性的人 或者說比較 凡是要講求科學的人 你可能會 覺得說 我怎麼 就是我 怎麼會相信這一些 但是 然後你可能會想要提醒我 提醒我說 就是要理性一點 其實呃 我覺得我到現在 我還是很保持的理性 因為 我本來就知道 有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事情 無法解釋 那 我一直的態度 我還是想跟各位強調就是 我什麼都會聽一些 就是 呃 我很常去拜拜嘛 然後去 呃 問事情 那不管是 不管是拜拜 還是 算命 還是 什麼塔羅牌什麼的 我覺得我都是報紙者 可能 我會信一半 好 信一半是因為我覺得 有些東西你 可以當作自己的警惕 而且有些東西 可能聽一聽 你心裡會比較舒服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比如說 老師跟我說 我上輩子 是一個好人 沒有傷 沒有傷了誰 我覺得 我不管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但至少當下我聽了 我的內心是會有一種 就是多年來 就是一直覺得說 自己一定是上輩子 一定是 就是一定是上輩子傷害了誰的 這種 虧欠感可以消除 所以有時候 反而聽了這個之後 我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 我也不能百分之百 告訴你們說 這一定是真的 但是 就是有時候 聽這一些 只是消除自己的 對自己的 不諒解 或對自己的 疑問 那當然很多東西 我們就是要自己去分辨 然後自己去 參考 所以 我實在說 對我來講 任何東西我都會聽 就是我會把它當作警惕 給自己的一個警惕或 中顧 欸 中 中到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我 我會很 我還是會 有理性的去分辨 就是 是非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我只把它當作一個 就把它當作一個 參考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你是比較理性的朋友 比較講究科學的朋友 你也不用替我擔心說 我會不會太 太沉迷太入迷於 相信這種東西 我還是會 呃 我還是會好好過過過過 過我的人生 就是雖然說 老實說我這輩子 都可能會蠻辛苦 但是 就 反正就這樣吧 竟然都已經 這已經發生了 我就只好好好的過下去 然後當然我也希望 我一定會希望說 我希望我 往後的人是可以稍微順利一點 不要 那麼長生病 那麼長 就是發生一些事情 但就 我 我 我還是 對我來講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任何事情都是註定好的 我真的相信任何事情 就是註定好的 那像 前面老師有跟我說其實 他說當年啊 就算我生病那年 我爸媽沒有做出 幫我去求行 續命這件事情 也會有人出現 他說因為你 續命這件事情 是註定好的 這樣 所以 呃我很相信 我很相信任何事情都是註定好的 就是 我很相信 我來到這個世上就是 遇到誰 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寫好的 這件事情我蠻 相信的 所以我就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會比較 任命吧 就是 就算是發生不好的事情 我也會覺得說 那可能就是我註定 我這輩子就要來承受這些 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樣子的想法 造就我比較 任命的個性 對 這樣 好啦 那我 我覺得 希望你們就是把我今天這個故事 就 欸 希望你們把我今天的分享 當做一個故事就好 就是你們就當故事聽 也不用有特別的 其他想法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是傅里 我們就下部pacast影片再見 拜拜